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将来是否真的在天堂呢? 有很多中国人说,人死如灯灭 如果人死如灯灭,我们就不用想将来是怎样的 没有了就没有了,就消失了 如果是这样,就不用想来生的 不过,也有很多科学家,他们就以为人死如灯灭 但怎样知他有个发言 那些人死了救回来,因为现在很多急救 每个医院都有急救,时时都有人急救 然后急救之后,他们说,我才看到你怎样救我 我看到谁进来,谁说什么都说得出来 在英国广播公司,这个不是一个信耶稣的广播公司 它是一个非宗教的广播公司 我曾经看过一部影片 那部影片说的是一个出名的歌声 他的脑中间有一个扭 要动手术,扭就要割除 就要把头切开 切开的人一定会死 然后呢,揭开了扭 然后把脑又放在一起 然后呢,立刻急救 在这个情况一定会死 那些医生就做了一项工作 他就封住他的眼,封住他的耳术,让他听不到 看不到东西 然后麻醉了他,才把他带进手术房 所以他完全不知道手术房的情况 好了,他动手术 动完手术之后呢 救得回 救得回后 他说 因为在英文来说 把脑切开 他们就不是用cut open 他是用sore open 铁开 他用的字眼是用铁开 他就说,你都不是铁开我的脑 你是切开 因为你是有个钻 好像电牙刹那样 有不同的钻头 有大有小 好像整车那些盒 有个盒有大钻头有小钻头 就转开我的脑 其实呢,你是转开我的脑 还有他之前有个医生说 他这一边的动物 在一个大腿 有一条动物在他旁边 那条动物很幼 那医生说,你去另一条腿 另一条动物 他说得出来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然后他的灵魂出来 他就见到他离世信耶稣的人 然后他回来说给人 这些个案 是多到千万个个案 因为有些人听到之后 他们很关心 人死是否如得灭 我相信大家都会想 是否一死那刻即刻消失 因为真的有天堂有地狱 我希望大家关心 你会不会关心 你的屋里有没有漏水 如果你的屋里有漏水 譬如你买屋 买屋 怎知道楼上一洗澡 就漏水了 如果下雨又漏水 我相信你当然会说 哇,买错屋了 你会很关心你住屋 几十年是怎样的 譬如原来 天天一晒的屋顶 在顶楼 热到好像火炉 你说我买了一间这么热的屋 那你一定会关心 那我们将来永远 为什么我们不关心呢 其实 关心 真的有没有天堂地狱 其实这个东西 可以是令到我们人生开心很多 好像我这样 我以前小时候是怎样的呢 我家里是赌钱的 我有时做学生的时候 最早要做散工 谁不知我家人 就把我买了衣服 我买了衣服 去做工 赚了钱买了衣服 谁不知我要去逛街 去找那件衣服 发觉那件衣服不见了 我问一问之路 原来家人把它当作 我是一个这样的家庭长大的 还有家里离婚 家里离婚之后 就吵架了 很多吵架 我就发恶梦了 我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之下 长大的 但当我相信耶稣之后 就有很大的改变 真是整个生命 神大大的祝福 令到我呢 是很多很多的经历 有很多非常奇妙的经历 譬如有人主导跟我说 帮助我去外国读书 所以我现在是有一个学士 或者两个石士学位去研究圣经 我是帮过很多人 亦都和人祈祷 有些上天堂也有的 即时上天堂 不是死了那只 上天堂 下回来 说给我听见天堂是什么 所以我看到耶稣很真 祝福 祂真是祝福我整个人 其实我已经七十二岁了 我的弟妹都说 你看小字不用戴眼镜 我说是呀 我又没有老花 又没有近视 又没有软视 又不用戴眼镜 神真是祝福 是很奇妙的 你听我的声音 一点都不像七十二岁 这么有精力 这就是耶稣的祝福 耶稣凡事祝福 不单是真的有天堂有地狱 灵魂是会有一个永远的住处 并且有这个神你一生梦福 我试过很多奇迹 怎样奇迹 我试过一些奇迹 我试过在外国开车高速公路 晚上赶回家 当时很冷 很冷 很冷 但没有下雪 以为路完全没有雪 但某一处可能有些冰法 有时冰的时候 香港没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地方冰 有时路面没有冰 没有雪 但少少有冰 然后车去到一个位置 忽然间转 由一条线转到第二条线 第三条线 然后车转回转 非常危险 然后有一个大货车 在我旁边冲过 如果我稍微持半秒 才算 已经被货车完全撞 但神保守我 我真的经历了很多神迹 我也为人祈祷经历了很多神迹 有很多人在很困难的情况 我又说一个婆婆 这个婆婆 她的女儿就回我们教会 我们有很多神迹 祈祷有什么帮助 然后她就告诉我 我妈有四种病 什么病呢 糖尿病 腎衰竭 中风 和高血压 心脏病 本来就要洗神 但医生说不要洗 因为身体太软弱了 你洗的时候 心脏也不行 糖尿也不行 其他东西也不行 洗了都无谓 你可以慢慢去 不过她离世之前 会痛 因为尿毒很高 整个身体会好像矮咬 会痛 不过不要紧 打咪啡针就可以了 她说 你最痛的时候打咪啡针 她们就请我去祈祷 我去祈祷 我去祈祷 我问她 祈祷的时候觉得怎么样 她说很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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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说耶稣令你这么舒服 你信不信耶稣 她说不信 因为我拜了观音几十年 我拜了佛几十年 我不可以信耶稣 我仍然继续去 她说她的家人每个都离世 我都跟她祈祷 每个都经历神 每个都信耶稣 正如那天 我跟张国华弟兄祈祷的时候 都跟家人祈祷 他们也有经历平安能力 这班人觉得很舒服 后来我太忙 我都没有去 过了半年 半年之后 那婆婆 忽然跟女儿说 女儿传信息给我 她说我妈找你 我说什么事 她说 忽然间今天 她说 为什么今天二牧师没有来 其实我已经半年没有来 不应该说今天没有来 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有来 应该说 她说今天为什么没有来 那女儿就问她 她的女儿觉得神感动 她在这个时候忽然想起我 忽然间就是神令她想起我 她的女儿就问她 为什么你找二牧师 她说因为她祈祷很舒服 于是她的女儿立刻找我 立刻找我 我立刻去 去跟她祈祷 我问她 我说你祈祷觉得怎么样 她说很舒服 我说观音有没有这么帮过你 她说没有 我说佛有没有这么帮过你 没有 因为佛和观音都是人 但耶稣是圣经一早说定她什么时候来 她是神的儿子降世 并且我们今天可以奉耶稣赶鬼 我们真的知道她是神的儿子降世 那我就说佛又拿不到你 那你信真那个神 应该是假的神 她说信真那个 她即时信耶稣 即时兽子 就像张国华一样 即时兽子 并且她家人说 她跟着很舒服 她就问医生 医生 你是不是说她会很痛 为什么我妈妈这么舒服 又面红红 又不辛苦 一直到离世都不辛苦 医生说我都不知道 个个神衰竭死的 都是会很辛苦 个个都要打麻啡针 不知为什么她是这样的 于是 他们就很惊讶 为什么会这样的发生 还有有一万很特别 这个婆婆看着天花板 由一边望去另一边 一边望一边笑 一边望一边笑 她的女儿看着她 她觉得她看到异象 好像美乐姐妹那样 她可能看到耶稣在天堂 或者看到天使 她的心就说 原来信耶稣 天堂这么漂亮 天堂有天使有耶稣 所以她自从我和她祈祷 她和她的子子孙孙 每个人探真 她说你记得信耶稣 因为耶稣很好的 我就是这样很多神迹 我试过有一次去探一个人 因为她的孙女 来我们教会很多神迹 她说我阿婆有病 麻烦你去探一个探一个人 那我就去探一个人 我从来没有想到会发生 这么奇特的事 我按门钟 一按门钟的时候 她家里面有个神主位 有两盏神灯 当我按门钟 两盏神灯一起烧 一起烧了 她的婆婆就信耶稣 因为耶稣是真神 耶稣也是赶鬼 有些人有邪灵 耶稣是很爱我们 还有他有能力 我小时候很怕鬼 我的时代 我不知道大家 是什么 不同时代 我小时候听《礼的呼声》 现在没有《礼的呼声》 就有《夜半奇谈》 有没有人听过 十二点钟《夜半奇谈》 我听完发噩梦 就见鬼了 很害怕 很害怕 但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之后 有些人说有见鬼 他就找我 有些人不是找我 在祈祷 那些邪灵就很不舒服 因为耶稣是神 那些鬼是邪灵 那些邪灵 看见鬼是害怕的 于是 他们很害怕 我跟他们祈祷 立刻里面很害怕 我就说奉耶稣命令里的邪灵走 他走了 整个都很舒服 有不同的人 有邪灵搞妖 有一个他告诉我 他说 我平时见到周围都蒙茶茶的 很暗的 好像有些霧 哇 你跟我赶完邪灵 清晒了 这些我不是一次的过案 我网上都有的 你上网找YouTube 业牧师 你会看到我赶邪灵 亲自和人赶邪灵 耶稣性过魔鬼 我们就没有有怕了 我们就不用怕了 魔鬼真的捉人到地獄是很惨的 圣经也有说 有些人有邪灵 他们是很痛苦的 他们呢 有邪灵又叫 圣经也有说 又跌下火 又跌下水 现在有些人也有看到邪灵 我认识有人说 他怎么说呢 那是女人 他说整天有个男人来探我 哇 不用开门的 自己进来的 我们听到都害怕了 真是这个世界 有些人拜偶像拜得多 真是有邪灵 有一次有个人进来我教堂 那他就不是这家了 以前的 他说这儿这么干净 我说什么这么干净 那当然是数干净 不是的 那些东西啊 我说那些什么 那些邪灵 我说那些什么 对了 我说那你经常见过 是呀 经常有个人跟着我 那我说 那你进来他在哪里 他说他不进 他说他在门口 我说好 那我跟他走去看 一走一步 他说不用走得那么快 不用那么害怕 他说飞了 那他说 那好 那飞了 看街上有没有 你经常见到 就出去看看 有一只 在远那里 很远 那我说 一走一步 又飞了 因为我们有耶稣 我们要信是信那个真 那个 中国人信很多 是一些古人 那些古人是什么人 有时候都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不信一个 有圣经的根据的神 他很爱我们 而且圣经有证据 我自己告诉你 我不是一生出来信耶稣的 我以前在黄仁书院 读书的时候 我看了一本科学书 以前我不信的 有本科学书 前言说什么 前言说 如果这个世界这么奇妙 是不是有个神做的呢 我说 为什么科学书都会说这些东西 我就开始好奇 后来有一个基督徒 我见到他 我跟他说 是否有证据证明有神 他说有的 他说科学家牛顿 有一次弄了一个仪器 有九大行星围着他转 他说这个世界什么都是神做的 他的朋友说什么都变出来 他说这个仪器是谁做的 他说他说笑 我今早起床自己变出来 他的朋友说 没有可能 这东西这么复杂 一定是有人做 没有可能自己变出来 牛顿就说 为什么你说整个宇宙自己变出来 这个仪器一定有人做 整个宇宙自己变出来 我听到觉得很有道理 所以我就研究 我是什么都研究 为什么我不想被人骗 你不要以为我做牧师 就好像哄你信耶稣 我是真的清楚知道耶稣是真的 在这里我也有讲到第三点 简单证明有真神 第一 圣经很多准确预言 耶稣未来一千年 那时候没有钉十字架刑罚 大卫已经说将来耶稣会钉十字架 他怎么知道呢 我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自己将来怎么离世 你知不知道 当然不知道 你的子女怎么离世 知不知道 又不知道 你到了一千年之后 如果这个世界有一千年 这个世界不会有一千年 假设有一千年 你的后代一千年之后 他怎么离世 你知不知道 没有人知道 但圣经一早说定 一千年之后 大卫的子孙就是耶稣 因为他是透过大卫的后裔 但他是女人 他不是男女配合 这个同女 耶稣的灵从天上降临 灵在他身上 圣灵降临在身上 他就生出耶稣 所以他是没有人的罪 后来他为了负罪 因为我们有罪要罚 神是公义 又是慈爱 他很慈爱 所以他做人和动物都有爱 你有没有发觉 狗和猫都很疼他的子女 鸡和鳄鱼都很疼他的子女 很照顾他的子女 这就是因为神的爱 但神是很公平的 有罪他一定要罚 他不可以不罚 有什么办法呢 他就罚他自己的儿子 耶稣就来到世界上 圣经说定他要钉十字架 说定钉完十字架之后 后来耶路撒冷的首都被毁灭 打仗到底 中东战争就是圣经说的 你发觉以色列经常上新闻 因为圣经说了 以色列一直打仗到底 这是圣经的预言 第二是圣经科学性 以前的人都以为地是平的 但圣经几千年前已经说了 他说地是玄怪在虚空 我写了一些经节 你有兴趣可以找翠霞 你也可以找我 网上有我的电话 YouTube有我的电话 我很乐意帮助你的 他说地是挂在虚空 我想问你 你拿着手机挂在虚空有什么效果 我挂在虚空 实跌下来 整个地球挂在虚空 实跌下来 很多人都说 有些人不懂科学 他说地是圆的 那你站在虚空就跌下来 但因为地有地心吸力 所以你去到哪里 都好像站在平地那样 但其实地是圆的 所以你走海 在海里搭船 你看到远那里 去到尽头 但其实未到尽头 去到尽头 再走前些 又去到尽头 然后越见越清楚 即是说地球是圆的 你是见到一个距离 下面那些 再过一些就看不到 但圣经一组已经说定 还有我们手机 很多时候你会说什么话 打问给人 我刚刚来到你楼下 去到什么街 你在哪里 你来接我 圣经一组说定 他说你能不能够 在这里写着约白基 38章35节 你能不能够用闪电 发出 告诉别人我们在这里 圣经几千年之前 怎知道我们有手机呢 怎知道我们可以 用手机发出闪电 闪电和手机的电一样 不过很强 因为当时没有家里的电 所以圣经就用闪电 圣经就知道 将来的电 能够发出信息 原来圣经是这么特别的 让我们知道 圣经不是一本普通的书 神的同在是经历到的 所以好像美朗 他会见到耶稣 我也都祈祷 有些人见到耶稣 并且他见到耶稣 他上天堂 见到那些离世的基督徒 有个离世的基督徒 跟他说什么呢 我有个播放清单 黄泉道 你找叶牧师 YouTube 有一个播放清单 黄泉道 黄泉道经常上天堂 你上天堂 因为上去地狱 地狱很惨 他上天堂 他见到两个人 一个是什么呢 他说 你告诉我太太 多祈祷 多些事奉神 然后他说 你妈妈其实很赞你的 因为他知道黄泉道 她是一个女儿 她妈妈不赞她 她经常觉得她妈妈不喜欢她 她经常觉得她妈妈很苛刻 他就跟她说 你妈妈经常跟我和我太太说 我很欣赏我的女儿 她读到大学 我很欣赏她 但她从来没有赞她的女儿 他就回来问太太 你老公都经常和你赞我 对呀 她经常赞我 她说我上天堂 她告诉我 就证明她真的上天堂 好了 有另一个人 她又离世了 她未离世了 她打电话给黄泉道 快点来 快点为她祈祷 怎料来到已经离世了 离世她就祈祷了 一祈祷就见到她 见到她的灵魂 见到两个天使在旁边 而见到这个人呢 是怎样呢 开心到不得了 哇 很开心啊 她说 你告诉我家人 我很开心啊 你不要哭啊 我很开心啊 然后第二句说话 她说 你告诉我女儿 我很满意你的婚姻 她就告诉我女儿 她说她现在很开心 她有两个天使在旁边 她说 我很满意你的婚姻 她的女儿一听 她说 你一定会见到我爸爸 因为这句说话 是我爸爸告诉我 她没有告诉我 只是告诉我 你会知道 证明你真的见到她 然后她后来又上天堂 又见到她 又见到她 就见到她吃水果 天上有生命树 生命树有果子 她吃水果 她说什么呢 她说 你给我一千年在地上 我都不会留在地上 我会上天堂 那她回来 告诉女儿 她说 你爸爸说 给我一千年 我都不会落地 我都会 就算活一千年 我都不会活一千年 我会上天堂 她说 这个是她说话的方式 她经常说 你给我一千年 我都不会做什么 你给我一千年 活一千年 我都不会做什么 让我看到 她真的见到 这些死了基徒 是上了天堂 是好到不得了的 所以这个 真神 那些人的经历 人死后 不是如灯灭 而是真是有天堂地狱 为什么我这么想人 都享受神的恩典呢 因为真是有神 神不是骗人的 不是说大话的 还有 有些人 有问米 碟仙 神打 D 3D 他们就见到 邪灵鬼怪 很多人以为 没有 他打了 灵魂出竅 就见到 但我们奉耶稣明 什么鬼怪都害怕了 我们佛教的灵又说 伊斯兰教的灵又说 不野邪灵 一定说到 但是呢 从来没有人奉观音的名 说到耶稣 耶稣 耶稣里面 他观音 不敢来 我认识一个人 他以前 他家常常问米 他信了耶稣 有一次问米 那个妻子 问米 为什么今天不靓呢 他就问他家人 你家人是否有信耶稣 他说 是的 那女儿信耶稣 不怪得 信耶稣不靓了 不行了 没用了 不来的了 那些师傅不来 他就知道耶稣比他更厉害 但是人就是这样 为了钱 什么都做 没有想到为了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知道 原来耶稣是圣过魔鬼邪灵的 这个世界有邪灵 证明有神 为什么呢 有邪灵附体的人 都发疯了 又打人 又自杀 又跳楼 其实很多人跳楼 是有邪灵跟他说话 如果你发觉有声音跟你说话 说你没用 蠢 人家不喜欢你 跳楼 那你可能有邪灵 你找我们 我可以跟你说邪灵 你就整个都会鬆了 邪灵是很令人痛苦的 如果真的 这个世界邪灵做 他不会做到 那麽可爱的宝贝 和那麽可爱的动物 你看到的宝贝 真的很有趣 你和他笑一下 很开心的小朋友 是很有趣的 那些动物仔都是很有趣的 其实很多动物都是很有趣的 那就是 原来神做的是这麽好的 所以这个世界 是一定有个神去做的 那既然神是这麽真 又是这麽好的 祝福你 那你的生命 有没有辛苦呢 那有些人说 那是人都做工 做工当然是辛苦 那我可以告诉你 耶稣是将喜乐平安慈给我们 我们将神常放在我里面 因他在我右边 因他在我右边 我就不自遥动 因此我的心 欢喜我的灵快乐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有很多人睡觉睡得不好 我和他祈祷即刻睡得好 有些人身体又冒病 即时觉得舒服 如果你今天身体又不舒服 你告诉我 一会我和你祈祷 你可能即时觉得 那人就舒服 松了 你就知道神是这麽真 神会祝福你身体舒服 也会祝福你的前路 像我那样 神真是供应我的需要 我经历过很大困难 但是神就供应我的需要 我都希望大家相信 神能够祝福你的家庭 没有吵架 你家里如果吵架 我可以帮你辅导 帮助你认识耶稣 有些人一世都吵架 有些太太跟我说 因为我做很多辅导 那些太太找我 他说 哎呀我和老公说话 好像同奉祥说话 没有反应的 很不开心 那我就帮他怎样沟通 沟通了之后 改善 信耶稣真是改善 耶稣祝福你的婚姻 祝福你前路 祝福你健康 并且祝福你永远 我们在天台永远 但在地狱是永远的 地狱很惨 在火里面 而且被邪灵不断折磨 是痛得不得了 曾经有些人是无神论者 不过他小时候听过耶稣 那他就死了 谁知道去地狱那里 他说很害怕很害怕 那些邪灵搞他 那他就想起耶稣 耶稣你救我 然后有光来将他带走 不是每个人有这个机会 我希望大家知道我们的耶稣这么好 是独一的真神 如果你有心研究 我和你慢慢研究都可以 都给你知道神是真的 现在他爱到我们 为我们钉死 有没有人肯将一条命给你 但耶稣肯将一条命给我们 我问你 有没有人肯将电脑给你 有没有人送电脑给你 都很难 有没有人送一间屋给你 有没有人 应该没有 有没有人送整份违产给你 没有 每个人都有天上的产业 我们将来天上的屋子很漂亮 是金造的 还有有人上过天堂 很多人上过天堂 他又回来 他说坐在沙发上 例如你坐一座椅 现在坐一坐 有时候要动一下 不舒服的 他说坐在那座椅 很舒服的 他兜着你 坐 很舒服 不用动来动去的 在天上什么都这么舒服 这么开心 那些小雀又会唱歌 那些花又会唱歌 是美得不得了 有些人想追求真善美 天堂就有真善美 我希望大家都有尋求神的心 你有心可以和翠霞说 你也可以和我说 我们一起祈祷求主耶稣 帮我们真心悔改 因为人是有罪 我们骂个人 得罪人 贪心自私 偷东西 说大话 淫念 这些都是有罪的 要审判的 那我们求耶稣赦念我们 耶稣赦念我们 就会赦念我们 拯救我们的灵魂 你就开始耶稣 开始带领你的生命 开始祝福你的生命 我请大家一起起床 我说一句 你就说一句 就是呼求耶稣 拯救我们的灵魂 黑门眼 亲爱的天父 我多谢你 你创造我的身体 非常奇妙 有眼耳口鼻 有心肝脾沸 做了需要做的事 我们又能够享受你所创造的食物 你做了很多种好吃的食物 又很香的食物 又很漂亮的食物 又做了很多很美丽的花草树木 做了蝴蝶飞鸟 你都做了天堂 是非常美好的 本来这个世界很漂亮 但人犯罪之后 就很多问题 人就会打仗 人就会伤害人 将来世界会有末日 这个世界会过去 但信靠耶稣的人 就有永生 你是慈爱的 你都是圣洁的 你没有罪的 你不能够忍受任何的罪 罪人不可以去到你那里 一定要有耶稣射灭 我承认我一个罪人 我曾经骂过人 坏人是蠢 坏人没用 看小人 伤害人 激到人哭 说大话 得罪人 没有真心敬拜真神 求耶稣射灭我们的罪 多谢主耶稣 我们真心悔改 信靠耶稣 耶稣就将永生赐给我们 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 就有永生的权柄 我们现在开始有永生 将来和耶稣永在一起 求耶稣帮助我们 真心认罪 真心悔改 真心信靠耶稣 真心跟从耶稣 听从耶稣 回到教会 认识耶稣 多谢天父 我愿意将来可以去天堂 千万不要让我们下地狱 千万不要在那里永远受苦 在天堂最开心 可以见回张国华 可以见回张国华 和见到信了耶稣的弟兄姐妹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我真心悔改 真心信耶稣 就必定得救 我愿意跟从耶稣到永远 祈祷奉耶稣名 阿门 阿门 请接受主的祝福 圆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的词 我们圣灵的感动 神与我们每一个同在 叫我们都信靠耶稣得着永生 一生被耶稣祝福 不再在烦恼痛苦 吵架 苦恼 辛苦里面 而是活在神的喜乐 开心 满足 家庭温馨 有爱的状况之下 神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脱离这些痛苦 从今直到永远 阿门 主祝福大家 真是跟从耶稣 耶稣一定祝福你的 开心 富观 富道 殿 富道 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